天雨路滑花蓮中南區交通意外也是狀況連連 16號一大早7點多 台九線玉嶺大橋頭路段就有一輛南下的轎車 過彎車速快加上雨天路滑 直接衝撞到路旁的檳榔灘 事隔不到3個小時 台九線瑞瑞北岡大橋路口 同樣因為天雨路滑 兩部北上車發生追撞的事故 而是兩起車禍意外有5個人受傷了 所限沒有生命危險 畫面中只見白色轎車如白色線條般的 划過監視器螢幕 下一秒就直接衝撞路旁檳榔灘 現場一片慘狀 有啊有進洞很大聲叮這樣啊 然後它就在那邊啊 你這個總是這裡那邊的這個 剛剛他們都追了 哦被撞到那邊去的 這起車禍意外是發生在 今年早上7點多左右 預理警分局調查 白色轎車駕駛邱先生 行進玉里大橋前段梯子路口 疑似過彎車輸過快 再加上天雨路滑而不慎發生車禍 車上包括邱星駕駛 及另一名乘客 僅受輕傷送一救治 在本日上午六十許 在本峡台九線278.45公里處 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部白色自小客車 由花蓮往台東方向行駛 至玉里鎮事故地點 撞擊路邊檳榔灘 駕駛及乘客 精鬆以後均無大礙 酒車只為零 事隔不到三個小時 上午十點多左右 台九線瑞穗北岡大橋路口 同樣疑似因為天雨路滑 兩部北上的貨車與轿車 發生追撞意外 造成兩車共三人分別受輕傷 所幸並無生命危險 這幾天天氣濕冷下雨 花蓮中南區交通 也是狀況連連 警方也特別呼籲天雨路滑 行車請減速慢行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是玉蘭 瑞穗玉里 採訪報導 稍後